就知道哭哭哭 你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 我不是因为是了你 我也不会被他抛弃 这都是你的手 被丢下我一个人 尊敬的各位旅客 就是这个 龙城 吉祥导寨 师父他老人家居然写我吃的座 把我从山上轰下 让我来托鸡尾师姐 就算我的天赋不如鸡尾师姐 也不用帮我走了 你快看美女 这不是故事集团的 是谁啊 那都是外地来的 那你都不知道 故事集团的本男 陆雪面 其才华与美梦于一身 坐拥千亿资产 最关键的是 这干嘛 小枫 你终于下山了 这个好好吃 这个也好吃 那个再给我来两份 慢点吃 都是你的 在师姐这里 没人跟你抢 跟着师父天天吃野菜 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 果然还是七师姐对我最好了 小蜂蜂 那你说 我和前面六位师姐比 谁更好呀 都 都 七位师姐都好 你想 就不用嘴花蛇 你下山的消息 前面六位师姐还不知道吧 七师姐这里最近 我就先过来了 师父说让我跟着你们学本事 果然 否则那六个肯定早就飞过来把你抢走了 这位先生 这包厢已经有人了 您不能扛进去 像你的狗隐呢 这酒店就是我家的 滚开 你对得起我吗 你竟然敢背着我跟野男人私会 李浩然 谁让你进来的 我难道不该来吗 别忘了 你是我的未婚妻 那不过是你爷爷把我爷爷灌醉了 引他说的罪话 你不会当真了吧 你也不拿出镜子照照 看看你配不配 他是谁啊 舔狗罢了 小枫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我们就离开吧 我吃饱了 咱们走吧 站住 你是什么东西啊 竟然敢染指我的女人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什么 打狗的拳头 小枫 打他脏了你的手 给他爷爷一个面子 走吧 跟我回家 爷爷看见你来了 肯定很高兴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顾爷爷了 走 李公子 你没事吧 废物 一群废物 刚刚干什么去了 都给我滚 好样的 顾学念 我看你怎么 我看你怎么跟我们 李家交代 爸 罗峰也是那位大师的徒弟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也是三年前才知道 爷爷 爸 你们看我把谁借来了 顾爷爷 好久不见了 你越回越年轻了 三年不见 你可长高不少了 在这多住几天 陪我说说话 下下棋 嗯 客风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小枫 你太满意吗 啊 哇 太满意了 七师姐 我都想永远住在这里了 怎么 你还想走 你是不是想去找其他世界 七师姐总要嫁人吧 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啊 小枫 你觉得七师姐我漂亮吗 呃 漂亮啊 怎么了 姐姐 不想嫁给别人 不如 你就娶了姐姐吧 小枫 七师姐 我把你当亲姐姐 你居然想睡我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瞧吧你吓的 我就是跟你逗着玩 看看你是不是学坏了 哈哈哈哈 七师姐 你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行了 你先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啊 小枫 这龙城庙会一年一度 是这里的大节 怎么样 热闹吧 有好吃的吗 当然 来 小枫 你坐这里 坐师节旁边 哦 好多好吃的呀 举念 你敢在这样重要的场合 带这种小白脸来 你是不是成心来 救助我李家的 放肆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我顾家可从来没有 同意过你们的婚事 爸 你可亲耳听到了 我可没有撒谎 冤枉顾雪念吧 顾老爷子 你如此纵容自己孙女 是不是有失体面了 孩子之间发生一点摩擦 是正常的 至于他们的婚事 不过是我的罪话而已 不能当真 那我儿子被这小子打了 这事总要给个交代吧 你想要什么交代 我要这狗东西 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我下回道歉 你他妈的 上一次我看在七师姐的面子上放过 今天你还敢嘴臭 小枫 行了 别把事情闹大 让人看笑话 我顾雪念再告诉你李家一次 也警告你 李浩然 我不喜欢你 你也根本不配跟我在一起 收回你的痴心妄想 顾雪念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 我为了你可以入坠呢 住嘴 还不行 是我李家冒犯了 希望别伤了两家的和情 年轻人打打闹闹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李你言重了 走 回家 是 爸 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 其余什么 今天你我父子二人受到的侮辱 我会让那小子和顾家 加倍奉还 哼 你从我下山跟到这里 难道不睡觉的吗 你明明挺在意我的 现在为什么又要说这么老冰冰的话呢 我在意你 是啊 在外人看来 你不过就是一个仗着由你师姐撑腰 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 不过只有我知道 你到底是个怎样危险的家伙 你无非就是想确定 我是否还在你身边对吗 既然下山了 是否打算回家 将那个男人踩在脚底下 还不急 因为 我太弱了 弱 你可真是会开玩笑啊 少爷 小枫 七十姐 这么晚 你怎么过来了 小枫 我有事问你 七十姐 你怎么直接进来了 我要是没穿裤子怎么办 怕什么 小时候你不是最年七十姐吗 七十姐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 现在咱们都成年了 得注意点距离 距离 小枫现在是嫌弃七十姐了 之前 你可说不要娶我 别别别 现在你又开始这种玩笑 真的不好笑 你快饶了我吧 好好好 我看你就是不喜欢我 算了 不喜欢就不喜欢 但是小枫 我可警告你 你也不允许和其他六位师姐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不然我要你好看 放心了 你们都是我的师姐 我没有那种想法的 好吧 我饿了 你陪我出去吃点夜宵吧 我先去换衣服啊 你会儿门口接 少爷厌服不浅啊 送上门的美味为何不品尝呢 少废话 这与你无关 既然你叫我少爷 那你去给我办件事 乐意小牢 请少爷吩咐 白天李家退得太爽快 你给我去查查这个李家的底细 他们后面一定还会有动作 小枫 想吃什么 都行 我陪你去 听你的 好 好像没跟踪了 我得小心点 那就随便喝点粥吧 顾小姐 这边请 我去下洗手间 马上回来 不复少爷嘱托 李家资料我查到了 少爷 我这就发给你 没想到李家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刘老板 你就放过我吧 我只是个兼职的 我不要工资了 这就走行吗 小唐啊 我也是为了你着想嘛 反正你也要嫁人的 不如就跟着我 再也不用辛苦工作了 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男朋友能和我比 我会好好对你的 扰了我吧 刘老板 求求你了 我看非得给你来点硬的 你才能听话 找个美人的VIP包箱 把他送过去 我要好好教教他 什么叫社会的规则 是 谁 谢谢你们为我编排了这出戏 但是演技实在太差 你们从外面一路跟踪到现在 我也该给你们表现的机会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原来你们都突然集体失忆了 李家派来的杀手们 既然如此 也不用多说了 小子 死吧 虽然我很弱 实力远不如七位师姐 但也不是你们这些下三浪 可以挑衅 这才是个硬肠 现在吼 请报错误 这小子扮猪吃老虎 撤 别走啊 再玩会儿 哎哟 你好厉害啊 谢谢你 要不要去我家 都这时候 你还真是敬业 你不会以为我只有男杀手的资料 李家的人应该在附近接应 带我去 不然就把你扒光了丢马路上去 好的 李公子 你不该过来的 不然万一有什么意外 我们不好跟李先生和老大交代 怕什么 难不成那小白脸 还能打得过你们 他仗着顾家撑腰 三番两次无如我 这次 我要好好折磨他 等等 怎么了 不对劲 又见面了 李家的小崽子 你派来的那些弱鸡 都不够我热身的 找死 还真是弱 别动 再动我可不敢保证你的小命 至于你 你 你要干什么 哦 干什么 小崽子 你觉得我会对你干什么呢 你 你要干什么 别怕 我就是好好帮你放松一下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不会是勾搭上了什么小妹妹吧 我哪敢呀 就是有点迷路了而已 快吃快吃 我也饿了 儿子 你怎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疼啊 疼啊 全身关节都错位了 那小子怎么敢下如此死手啊 李先生 我们都低估他实力了 他太强了 你放屁 他个小屁孩 拿得过你们这些刀口天险的杀手 是真的 老大 怎么可能 李天辰 亏你曾经也是杀手 竟然用年纪来判断对手了 我不管 敢伤我儿 我一定要解决他 七师姐 咱们来这儿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二师姐 什么 二师姐来了 怎么 你很想见他吗 哎 没没有 就是觉得挺意外的 这家二师姐很忙 让我们热烈欢迎帝都白炒堂的秦白霍大师登场 大家好 大家好 秦宝年事已高 但一身中一本事没有后人传承 于是我今天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我将自己一身所学 我将自己一身所学写成了一本书 只出售一人 并且收他做我的关门弟子 这可是秦大师的秦大师的毕生所学 如果我们学到一定能够成为中一届太刀 对 需要成为秦大师冠门弟子 多少钱我也要买 一千万 我出两千万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秦大师 你这么说怎么像是我写的 而且还是我小时候 我二师姐慕容小小逼我写的草稿 糟了 这确实是我从慕容小小的办公室偷拿出来的 本来想赚一笔跑路的 这下怎么办才好 你 你是谁 出来信口雌黄 保安哪 把他轰出去 我看谁敢动我师弟 奥师姐 我慕容小小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信口雌黄 慕容小小 他怎么来了 慕容小小很真道了 女神 那旁边是负贤的 旁边的臭小子是谁啊 好暗眼呢 二师姐 你怎么来了 小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想看见二师姐我呀 下山了也不告诉二师姐 竟然直接偷偷跑来和七师姐贴贴 怎么 我不够好吗 没有啊二师姐 是因为七师姐这里离我最近 我就先过来了 怎么 我就只有离得近这一点优势 你喜欢我多一点 还是喜欢七师妹多一点 我也想知道 小枫 你快回答 两位师姐快饶了我吧 我们还是先处理这个秦大师吧 对哦 秦白赫 你给我站住 这百病宝库是我师弟又年写来送给我的 我一直把它当作宝贝 你竟然敢偷 慕容大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清潭 通知下去 华校各大小医院永不得路用秦白赫 否则 就是跟我慕容小小作对 是 慕容大师 呗 是那人呢 被你瞎跑了呗 我提前说好 小枫是一直住在我那里的 谁也不能带走他 好 那得听小枫的 万一他想和我独处 你也管不了 哼 没追上来吧 两位师姐给的压力太大了 就是他 小子 要怪就怪你锋芒太盛 把李天辰的儿子打成重伤 现在李天辰要见 跟我们走一趟吧 不要逼我们动手 动手 好呀 那就动个手试试吧 这是你自找的 动手 上 捉活呢 以为躲避 并不反击 是想逃跑 奇怪 他那天明明出手狠辣 实力深不可测 师 师父告诫过我 面对没有把握的对战 应该逃跑 留得轻伤在 不怕没柴烧 活着最重要 小刀突破口了 逃啊 逃吧 你尽管跑 接下来我就去找顾雪念 我看他跑不跑得了 怎么 不跑了 顾家就是你的靠山 如果我们把顾家灭了 你能逃到哪里去 有种把你刚刚那一句话再说 我说 发现什么事了 太快了 我的天 你全就把二八收给 我看谁敢动我师姐 情况有变 大家一起上 出啊 给我 圆点 就算武术再厉害 就怎么样 哈哈哈哈 小刀 我看你这回还有命狂吗 怎么可能 你怎么没事啊 糟了 小枫 师父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小枫的病还是发作了 我们的新王终于回来了 小枫这到底是怎么了 小枫身负神秘血脉之力 只要情绪失控 就会这样 血脉之力 像大师姐那样的 小枫是什么血脉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这涉及到小枫的身世 只有师父他老人家清楚 小枫天赋极强 气大绝血已经大成 但师父却给他灌输他很弱的概念 就是怕他争强斗狠 失去理智 引爆着控制不了的血脉之力 所以你突然来龙城 是因为小枫 对 是师父联系我 正来照看小枫 结果我刚来小枫就出事了 小枫这样 都管他该死的李家 绝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就知道哭哭哭 你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 如果不是因为生了你 我也不会被他抛弃 又是那个 强者的道路注定是充满惊奇的 少爷 我是不是那个男人的后代中 天赋最差 他们的实力我也不知道 但毋庸置疑 你的兄弟姐妹们都非常可怕 走吧 我身上没有你想要的 我就想跟着师父师姐们 过普通人的生活 别再骗你自己 正是你内心真正的欲望 我内心真正的欲望 你明明想向你的父母 证明你不是废物 证明你的强大 得到他们的正视与关爱 毕举 小枫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发作了 七师姐 你还没睡呢 对不起啊 打扰你休息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都上成这样了 我根本就睡不下的 我没事了 你看 没事什么 你快躺下 今天我就睡这里了 我要好好看着你 利免你再乱来 都死了 什么顶尖杀手 竟然全死了 都怪那个罗锋 李天辰你给我出来 哎呀 李天辰你好大的胆子 养什么不好 养杀手 四位前辈 你们怎么来了 不知好歹的狗东西 你三番两次对我师弟出手 今天我就是来算账的 吴雪念 这位是 帝都白草堂 慕容小小 什么 你 你是慕容小小 那小子是你的师弟 李天辰 你丢尽了我们龙城企业家的脸 你可惜 我们将会彻底封杀你旗下企业 你准备打包走人吧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 罗锋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你血债血偿 李先生 这么生气会伤肝伤肾呢 你是 楚家的 如果你要对付罗锋 我可以帮你 这是 杀掉罗锋的刀 李家消失了 对 忽然被伤会除名了 怎么回事 估计是得罪什么大人物了吧 小枫 看我给你做的早餐 还有我做的鸡汤 事物完成 跑步去了 你给我老实待着 哪儿也不许去 好好休养至少一周 小枫 你的伤还没痊愈 师姐是为了你好 听话 你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们不让我锻炼身体 我浑身难受啊 乖乖听二师姐的话 好不好 你就在这儿 跟我们俩聊天姐们 把你过去几年 在山上的事情 好好说说 压力太大了 嗯 喂 听谈啊 夜早找我有事吗 我知道了 我有点事要处理 让七师姐看着你吧 你去忙你的吧 小枫有我照顾就够了 二师姐 怎么 这么舍不得你二师姐 不是不是 我是心能他育早叫忙 两人陪我是真的聊天 可要是只有七师姐的话 哎 我还没好 我还要休息 我睡了 晚安 早安 师姐 果然 七师姐就是想吃掉我 哼 小傻子 小枫 你都睡了一天了 还不行 七师姐 压得我喘不过气了 嗯 未知用过 是瓶 我也是 什么情况 啊 怎么可能 六师姐死了 还在装死 沈大明星啊 你确实够厉害 高层折累一半高手 在将你活捉 传说中的七大绝学 你掌握其一 就拥有这样的身手 如果我将你那些同门 全部抓住 从他们嘴里 撬出七大绝学 并学会 会怎么样 哈哈哈哈 不愧是大明星 还真好战 一会儿罗峰 那小子来了 我要当着他的面 再品尝你 感动小枫 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果然没猜错 你们果然 关系不一般的 既然你这么在意他 一会儿我品尝完你 再当着你的面 杀了你 怎么样呀 楚天赐 你个畜生 我太冲动了 用神万儿被囚禁的视频 把罗峰引来 就算把罗峰杀了 难道罗峰身边的人 就不会报复我了吗 后悔了 来不及了 你发了视频 就没有回头路 时间差不多了 该来了吧 他知道什么 我的人怎么全部都死了 说 我六师姐在哪里 你不是七大军学的废物传神吗 怎么这么强啊 我 不知道我家少爷的真正身份 还敢招惹他 身份 什么身份 我就告诉你吧 让你死个明白 他姓帝 帝王的帝 救 救命啊 杀人了 杀人了 右师姐 他 小枫 好久不见 秋师姐 六师姐 六师姐 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啦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六师姐 幸好你没事 给我冷静 还跟小孩子似的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六师妹 你跟那些绑匪结果仇 娱乐圈确实很卷 恩怨很多 但他们不是圈内人 这些人 是奔着七大绝学而来的 没错 这些人实力强劲 是有组织 有计划的要争夺七大绝学 女帝道 道师姐 何时不见的 大师姐 你怎么有空来这儿 大 大师姐 臭小子 你下山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大师姐日理万机 我怎么敢去打扰你呢 大师姐 你请别 大师姐 你怎么有空过来看我 婉儿你被绑架的事情 涉及到海外污者实力 我要亲手调查 小枫 你是不是应该老实 交代一些事情 这种顶级高手 为何为你所用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到底是谁 你是海外续作 对吗 大师姐 小枫一直在山上 跟着师父啊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小枫 你快跟大师姐解释啊 大师姐 这是我的秘密 哼 作为你的大师姐 我会尊重你的隐私 但 作为华夏女帝 我会杀了你 大师姐 你 你疯了吗 你要杀小枫 如果大师姐 不顾师门情分 那我也不客气了 二师妹 你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 没错 但我不能看着小枫 死在你手里 杀气 小枫 快跑 小枫你 二师姐 如果大师姐正要杀我 你拦不住的 那你还不快跑 你不想活了 大师姐 你相信我吗 相信你什么 我不是什么戏作 那你就告诉我 你跟那个黑袍高手 是什么关系 大师姐 对不起 这是我的秘密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就在这里杀了我 大师姐 你不能这么做 小枫 你仗着我对你的宠爱 以为我不敢出手吗 我就知道大师姐 不舍得杀我 如果有一天 让我知道你有辱师门 我会亲自替师父 清理门户 谢谢大师姐 好好养病 我等着看你的心心 好家伙 这小子的身子骨 可真够结实的 他怎么这么厉害了 看来小枫 真是长大了 有小秘密了 他那可不是小秘密 我到现在还在后怕 小枫有点奇怪 他好像变得很强了 可嘴上 却说自己不行 我估计是师父担心 小枫 骄傲自满 招惹是非 所以一直给他 灌输他很弱的概念 喂 大师姐 婉儿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既然小枫下山了 那 什么 怎么了 大师姐的电话 小枫有个未婚妻 是早年师父给安排的 你让他们见个面吧 不行 我不同意 师父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 师父给小枫安排结婚对象 告诉你干什么 婉儿 对方详细的资料 回话放你手机上 先这样 好的大师姐 怎么了 你不会真的是兔子想吃窝边草吧 怎么会 我只是担心对方配不上咱们小枫 师妹 这你恐怕是多虑了 对方可是秋云山城 秋大师之女 秋芷蓉 是她 师父曾经说她是降落凡尘的金凤凰 我确实逼不了 大师姐随便一叫 我就吐血了 我果然还是太弱了 下楼喝点水 三位师姐 都还没睡呢 小枫 师父给你跳了个未婚妻 要你明天去跟人家见一面 未婚妻 我还没到结婚年龄呢 是大师姐让你见的 你见不见 哎 见 见 二师姐说秋芷蓉在一科大学读书 而且已经给我约好了在这里见面 大方点 有点男人样 别乱花钱 一定要哄她开心 谁能看成我这样的呀 应付应付差事得了 小枫弟弟 你是 怎么 你证不出我 是谁小时候说要娶我做老婆的 你是秋芷蓉 小枫弟弟 你得说话算数 要娶我 那 那是小时候说的话 不能算的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一见我变得这么好看了 有点紧张 怎么换个地方慢慢谈 怎么去哪 那 那个 不知道顺不顺利 这么晚还没回来 应该是很顺利 小枫 你回来了 这是 七十姐 我回来了 你好 我是罗峰的未婚妻 秋芷蓉 哦 芷蓉长这么漂亮了 小小姐 芷蓉 你觉得我家小枫怎么样 嗯 很好啊 太好了 小枫 你觉得呢 你真的要她做你女朋友 当然了 她小时候说好了要娶我的 好笑 这也算数啊 那小枫小时候还跟我一被窝睡呢 什么 小枫 你不是说只娶我一个人吗 小枫 你不是还不想结婚吗 你现在就告诉她 你不想娶她 哎呀 小枫弟弟 你告诉我 七十姐你会娶我 快啊 哎呀 我都疯了 你们都闭嘴 都怪你 非要逼我的小枫弟弟 什么叫你的小枫啊 搞笑 小枫还真是受欢迎 外面好像安静了 秋枫柔应该已经回去了 七十姐也应该睡了 七十姐 你没有睡啊 有事吗 七十姐你想干什么 七十姐 别这样 我现在真的是心思不在这上面 小枫 你 好 既然如此 那你赶紧和那个秋枫柔划清界限 小枫弟弟 你找我 对 我想跟你谈谈 就是咱俩的关系 我想 晚点再说 我得去参加个小聚会 正好你陪我一起 啊 我 这 那 什么 芷柔来了 这个男生是谁啊 芷柔 你还带了个新朋友来啊 学长 这是我经常提到的罗锋 小枫弟弟 这是楚学长 他在医学界小有名气 是青年学者的翘楚了 哦 你就是罗锋 秋芷柔学妹总提起你 说你学过中医 请问你中医资格考到几级了 中医资格还分等级的吗 这 学中医都不知道中医有资格等级 别是个骗子吧 别这么说 罗锋自小时从名门私寿 和咱们走的路子不一样 或许真的不知道 现在从市中医的医生学者都要考级 初 中 高 再往上是特级和国家级 其中特级在整个华夏不超过二十个人 国家级目前只有三个人 其中一人就是百草堂堂主 也是我的老板 慕容小小大师 哇 二师姐竟然是国家级的 这么厉害 楚云藩学长可是咱们龙城守卫 也是唯一的高级 要知道高级在整个华夏也不超出一百人 一年前就被百草堂特招进入了 哦 那你也很厉害啊 谢谢 来 坐下 边吃边聊 你们先聊 我出去接个电话 罗锋 我劝你离纸柔学妹原点 配得上她的只有我 不会吧 你这么快就暴露了自己是条舔狗的真面目 你自己填个数 我就当你答应 还要给我钱 行 这个数 你给得起吗 你 你求疯了 你故意找尝是不是 2024年了 还玩这套土的吊渣的桥段 我看你才是故意恶性人 我警告你 我是百草堂的高级中医 你还想在中医建立足吗 那你让百草堂来弄我 我等着 你去哪儿 石油学妹 你这个朋友实在是太没有教言了 几句话让她不高兴了 她居然打人 真是太过分了 她真的打人了 我都看不过去 是吗 本来我懒得和你们计较 看来现在 我不打也不行了 他还要当手 喂 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开 我不伺候了 你以后也别练习我了 行 我先走了 351 352 喂 你跟上王八蛋 敢把秋纸柔晾在一边 不要媳妇了 师父 我和秋纸柔真的不合适啊 少说这些没用的 我告诉你 他爷爷听说自己的宝贝孙女受委屈 已经杀到龙城要教训你了 秋纸柔晾要来找我 他会不会宰了我 他倒不至于真的杀了你 但 哎呀 你也自求多福吧 尤其注意 身上别被砍下了点什么 啊 爷爷 这位是龙城医科大学的裴永志校长 一直都很照顾我 这是应该的 秋纸柔小姐难道我们学校来进修 是我们师生的荣幸 不用客套了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见罗峰那个小胡子 爷爷 你不会是要打他吧 打 我直接把他丢到江里喂鱼 让他敢欺负我的宝贝纸柔 夺了他 夺了他 哎呀 不要啊 爷爷 我是让你来劝他娶我的 你别把人家跑了呀 校长出事了 快去救救出一番吧 罗峰快把他给打死了 让我道歉 你也配 你惹怒了秋纸柔 连累我们学校的学生去不了秋式药业实习 你不禁不道歉 还敢打人 哼 好大一口锅砸下来 我可背不起 你跟着混淆黑白 煽动舆论 我先打你一顿出出气 再把你上交给国家 这拳打另一边 住手 云范 这到底怎么回事 校长 是他 做错事不禁不道歉 还打人 小比赛 你太过分了 有些人就是嘴欠人箭 不打不行 小枫弟弟 你原来不是这么暴力的人 你就是罗峰 有你师父的脾气 但不知道有没有你师父的本事 您就是邱芷柔的爷爷 邱大师对吗 听说您要教训我 那就出手吧 好好 非常好 你要是能冲过我的三招而不倒 我就既往不救 那怎么行 爷爷你这么厉害 小枫弟弟他一招都挡不住的 你别碍事 罗峰竟然妄想能扛住邱大师三招 等死吧 与一招 独风十二针 爷爷你疯了 臭小子 这剧毒不会立刻让你死 但会让你五脏六腑彻底报废 什么 寒蝉玄御手 这是寒蝉玄御手 他竟然会这个抵抗百毒的无上手法 而且已经屈于大城 啊 接下来是第二招 海云掌 爷爷当真要追小枫于死地吗 连这种大杀招都用了出来 嗯 初初这么狠 爷 邱大师 第二招我接住了 好痛啊 这个臭小子 难道真能接我三招 你想 那我的面子可就保不住了 这招之后 你要是还能站着 我就原谅你做的一切 击杀拳 击杀拳 这是爷爷打死都不愿意传给我 伤底一万自损八千的竞技协群啊 这可不能直接一斤了 师傅 这老家伙真要废了我 哭只能用这招了 血童 竟然连血童都学会了 血童能让眼瞳四周血液加速 达到势力最大化 再瞬间找到对手的弱点 并将其击败 如果多次使用 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失明 可能破绽了 神行动 难缠血运手 哇 什么情况 邱大师被拍飞了 龙凤这么强 爷爷 您怎么样 爷爷没事 只要别怕 龙凤确实用血童看到了我的弱点 这个内骨曾经换过 谢谢邱大师手下留情 不然我早死了 你知道就好 赶紧顺台阶下了吧 原来是邱大师留情了 太不得了 我就说嘛 红尽往后 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 后生可畏了 既然你对我无情 我也不为难你了 我以后不会再见你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该死 那个罗锋怎么就没被打死呢 该死 开车没张眼呢 云凡 好久不见 叔叔 你怎么来了 上车 我有事找你 我一向被家族冷落 不然也不会学义 为什么叔叔回来找我 儿子 你放心 爸不会让你白死的 我要让那个小畜生 为你陪葬 你们来得太迟了 楚先生 我们身份特殊 如今需要费点心思 废话少说 我儿子如果不是为了帮助你们组织完成什么狗屁任务 就不会被杀 你们打算怎么做 您只要能把罗锋引来就可以了 姑且相信你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引他出来 利用我那个蠢侄儿 表哥 儿子 表哥他怎么 他被杀了 凶兽就是罗锋 云凡 叔叔想将楚家的未来 托付在你身上 你愿意吗 楚家权力培养的继承人 可是表哥呀 云凡愿意 表哥 你真是死得好呀 云凡 作为楚家的继承人 第一件事 就是为你死去的表哥报仇 你能做到吗 当然 还是放不下 之柔啊 原本你要追他的话 我也不反对 但是现在爷爷的想法不一样 爷爷要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靠近罗锋 更不要对他动情 为什么 此子 命运注定坎坎坷 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跟我们不一样 你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相信爷爷 爷爷这么做是为了你 怎么了 老爷 有人拦车 拦车 谁 学长 邱大师一直是我敬仰的学习榜样 我想请邱大师给我个机会好好招待您 这 好吧 谢谢邱大师 那我这就带路 他们今天全都不在家 我自己跑出来吃饭 吃的比我还多 比我还快 这小子真不错啊 这小子也够能吃的 好家伙 这都可以干吃播去了 肯定挣钱 钱只够吃个八分饱了 不过没事 一会再喝点水就行了 哥们 我这好像吃不完 你来帮帮我 可以吗 随便吃 我请客 太能吃了 看着眼睛拍下来发平台 吃饱了 爽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人 我有一阵子没吃得这么饱了 工作不好找 好找 我也愿意卖力气 但是老板嫌我吃得多 不愿意管饭 加个好友吧 以后你吃不饱找我 什么 他身体里流动的力量 甚至比我还猛 难道他是个高手 可他似乎也不是装傻 也许这份力量还没觉醒 好 加上了 以后你有难处就找我 我肯定帮你 嗯 谢谢 不会吧 又是广告 我的手机号是不是被卖了呀 什么 老价 等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来 来了 来了 我来了 只有我一个人 把他们交出来 你跟我走 不要反抗 到了地方我就放了他们 我怎么相信你 你只能相信 那就走吧 别再耽误时间了 我看谁敢动他 你 你们是什么人 好强的杀戏 敢动我的宝贝师弟 你们今天 一个都走不了 神行妇 你们是七大绝学的持有者 给我跪下 可恶 快 要去哪儿 大师姐 接球 有点意思 这就是真正的七大绝学传承者吗 太强了 师姐 别杀他 邱大师和邱芷蓉还在他手里 放心 大师姐已经救出他们了 小枫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吧 海外的水 当然要有海外势力的人来掏 不会是想让我联系三师姐吧 老三性格孤僻 我们都跟他喝不来 他只听你的 当然要你出马了 好 这样会不会太乱来了 华夏是禁止一切地下势力踏足的 你怕了就留下 你可是我们的老大 你要去 我们当然得跟着 只是 咱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过去 有人会给我们开绿灯 老大 你在华夏还有门路 谁啊 白双凤 我的大师姐 大师姐已经把准备迁逃的储藏风和储云帆抓住了 邱大师他们的情况也很稳定 这事儿暂时告一段落了 小枫 要不你去学个驾照吧 想要什么车都行 七师姐给你买 我才不呢 坐车多美 你个臭小子 就是懒 七师姐 小心 糟了 你怎么样 我带你去医院 是你 跑啊 不然挺能跑的嘛 带走 你们是谁 这是我朋友 你别多管闲事 滚开 救救我妹妹 他们招了我妹妹 就 小光 这人你认识 师姐 这人是我朋友 还愣着干什么 带走 你敢 我 要死 你 你什么你 滚 你们给我当着 你醒了 我求求你 快救救我妹妹 别慌 我们已经查到了你妹妹的下落 小枫已经赶过去了 别害怕 你哥哥一会儿就到 二爷 没抓住那小子 有人暗示 盯紧点 找机会灭口 我家小姐眼睛不好 辛苦你发挥一下助人为乐的精神 捐献一下你的眼角膜 那 那我不就瞎了吗 不喜欢吗 那我直接让你死了也可以 谁 你爷爷我 门口的保镖都死哪儿去了 我都让他们午休了 接下来就轮到你 一群废物 谈笔交易 用你自己的命换小女孩的命 或者我先杀了你 再带走她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热心市民而已 浩瀚不知眼前窥 找个 找个别的捐献者好了 好吧 人归你了 撤 不怕 我带你去找哥哥 你认识我哥哥 那你说我哥哥叫什么 坏了 我从来没问过他名字 呃 黑娃 没错 那就是我哥哥 哥 妹妹 我想彻底把这件事解决 小枫 这意味着你要正面面对龙城地下产业的魁首 龙家 哈哈哈哈 二爷 再来一杯吗 这次碰到个硬茶 该怎么跟大小姐交代呢 二爷 那小子又来了 我们拦不住他 什么 哈喽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不会是缘分吧 别说些没用的话了 我要找你们龙家的管事 让他出来跟我说话 小三 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大小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哼 你说呢 啊 白天你搞偷袭站了上风 我不得不退让 现在你还敢来我的地盘放肆 想见我家大小姐 简单 只要你能从这些人手中活下来 我带你去 看来还是要以礼服人 打成共识啊 解决了 解决了 救命啊 我一支烟还没抽完 他已经打完了 不能让他见到大小姐 放肆 不错 你很不错 我是龙依然 听说你要找我 没错 不如 我们坐下来喝杯茶 啊 你带路 大小姐也曾经有两的眼神看我 但现在 她眼里已经没有我的存在了 请用茶 咱们慢慢谈 二爷 二小姐有请 大小姐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我得给我自己找退路了 黑娃子和他妹妹是我朋友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招惹他们 罗锋弟弟 我是生意人 不做亏本买卖 我花了不少人力物力 才找到这对合适的眼角膜 你空口白牙的就让我放弃 不合适吧 多少钱 你开个价 我不要钱 我要你 啊 你要我的眼角膜 想什么呢 我身边啊 一直缺个真正的高手 罗锋弟弟 你是否愿意陪在我身边 为我工作呢 金钱 地位 权力 只要是我能给的 我全都会给 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 今后你一跺脚 整个龙城都要阵三阵 啊 那不行 我师姐们要我吃软饭 不让我出来工作 啊 师姐们 一个罗锋都如此厉害 如果能把罗锋的师姐们 都照到我身边 那岂不是 啊 那如果我把你的师姐们 都招揽到我身边呢 哈哈 不可能的 他们看不上你这个小小的龙家 啊 小小的龙家 我被人想瞧了 总要试一试嘛 这是我的名片 你可以回去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不可能的 罗锋弟弟 你确定 我确定 你不要钱的话 我也没办法 反正你必须放弃黑娃子 和他妹妹的眼角膜 你敢命令我 哈哈哈哈 哼 别不识抬举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为我做事 或者 死 他两个都不选 顾雪念 你怎么来了 难道你就是罗锋弟弟的师姐 小锋 回家了 再说一遍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黑娃子和他妹妹是我朋友 如果你再敢动他们 我不会放过你 哼 那 我们走着瞧 啊 七师姐 你生气了 你本事大了 敢一个人跑到龙家的地盘 和龙依然叫板 这 石火刚才我没出现 依然要发生流血事件 后果是什么 你想过吗 七师姐 我不想总麻烦你 有的事我能够自己解决 你不麻烦我 你想麻烦谁呀 啊 七师姐 轻点 麻烦你 麻烦你 我就想麻烦你 总之 龙依然不会再去招任你的朋友了 你也不要再见他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七师姐 今晚确实是我冲动了 害七师姐担心了 小枫 七师姐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小枫 我今天真的很生气 我是真的很担心你 如果你真有什么损伤 即使我让整个龙家 甚至是龙城付出代价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七师姐 谢谢你 小枫 你 你喜欢七师姐吗 你是我师姐啊 我不喜欢你 喜欢谁 金金 金金 只是 师姐吗 有感觉吗 我说七师姐 这可是我初吻 我困了 七师姐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你个木头 我怎么会是块木头呢 只是我现在 真的不想与你纠缠呢 龙依然 行 我知道了 龙依然怎么样了 龙依然手下的龙二 就是你见过的那个二爷 背叛了龙依然 转而投靠了二小姐龙罗兰 他们与龙家董事联手 以龙依然眼疾为由 把他赶下了台 让龙罗兰上位了 怎么 心疼了 昨天晚上他还用枪指着你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才让龙依然陷入困境 别这么心软 龙依然现在肯定恨不得把你抽筋扒皮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别再去招惹他 知道了 七师姐 那不是龙家大小姐吗 失事了 我看离失智也不远了 怎么样 去搭讯一下 我可不敢 你不该这样的回费 罗兰弟弟 你居然敢来找我 不怕我找你麻烦吗 龙依然 你给我放开他 瞧瞧你这副难看的样子 你还是不是龙家大小姐了 怎么 生气了 那我不理他 你陪我好不好吗 你够了 胖龙 不赔我就算了吗 你这么喝 就真不怕眼睛恶化吗 哎 现在我失事 爸爸也不理我了 瞎了也不会有人关心我的 或许这就是咱们的悲哀吧 亲情 爱情 友情 都是奢侈品 行了 我就不在这碍眼了 我走了 等等 怎么 是想跟姐姐我回家吗 如果我能治好你的眼睛 你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产业 你说什么 你能治好我 小凤 你胡说什么呢 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什么都听你的 之前我就看出来了 你这眼睛是遗传病吧 对 我龙家的老太爷就有 隔壁遗传到我身上 我已经换了三次眼角膜 每次不到一年就复发了 你的问题根本不在眼睛 而是在神经 我师父治过这个病 但我没试操过 把握也不太大 如果你有办法你随便试 不管结局怎样 我都接受 龙依然 他医术一般 都没有试操过 你还真敢让他弄啊 罗峰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眼睛 让我夺回龙家 我保证我一定会 本本纷纷做生意 小凤 如果你真的给龙依然置眼 龙罗兰一定会对你 疯狂地下死手 你真要卷入龙家的 内洞漩涡 七师姐 师父常说 医者人心 如果我有能力治好它 也能让龙城百姓 变得更好 我愿意试试 你 你 你真是不听话 那你想怎么治 医生方法比较麻烦 我得先想想 大小姐 你真是失了治 你竟然相信这小子 能够治好你的眼睛 龙儿 你还敢来 你背叛我 向龙下泄露我的眼疾 我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大小姐 以前你只把我当作是你的一条狗 现在你看我的眼神倒是热情了 你以为龙罗兰会真的信任你吗 你今天能背叛我 明天就能背叛龙罗兰 等他利用完了你 你就 龙家实力为尊 你没有了利用价值 屁都不是 龙家真是冷血到几点了 奇怪 这家酒吧不是严禁宠物禁殿吗 怎么有条狗一直在吟吟狂吠 你说谁是狗 谁硬谁是狗 你 别以为你能打就了不起 龙家想要杀你 只需要动一动手 你敢打我 狗东西 信不信在龙家动我之前 我就先把你赢了 狗总 你这样纵容你师弟 不怕阴火上身吗 你以为龙罗兰会为了你 得罪我顾家 而且你居然以为我顾家 怕你龙家 要不要我现在就给龙罗兰打个电话 看他是会为了你 跟我分裂 还是让我师弟把你养了 只要我开心就好 好 我们走是瞧 等等我七师姐让你走了吗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还敢动手 给我滚过去 放完狠话就想走 你卖话看多了是吧 是我错了 求顾小姐 烧了我 你怎么样 需要去医院吗 没事 我先走了 怎么会没事 看来他和七师姐一样 自尊心极强 让他静静吧 等他情绪恢复后 肯定会主动找你的 他去给龙依然织眼了 我才不管他呢 让他自己去应付龙家内斗吧 欢迎 我的小大夫 这里没人吧 按照你的要求 这里只有我 开始吧 罗峰 你怎么样 为我治病的消耗竟然这么大 没事 我回去歇一歇就好了 你神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啊 七师姐 你怎么来了 哼 还不上车 七师姐果然最心疼我了 嘿嘿 那个罗峰去了姐姐的住处 是的 二小姐 难道他真的能治好姐姐的眼睛 不可能 当年老太爷便访名医 治了一辈子都没有治好 他一个小年轻能治好 不怕意外 就怕万一啊 不如直接送他上路 咱心里踏实 放肆 那笔记是我的亲姐姐 对不起 是龙二唐突了 瞧吧 你吓的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但手脚一定要干净 绝对不能查到我身 二小姐放心 我这有活 你多少钱接啊 好 成交 我希望三天内 龙依然和罗峰在这个世上 永远消失 大小姐 二爷派来的杀手就要找到这了 你得快走 诺大龙长 却没有我龙依然的生存之地 实在可笑 大小姐 你的能力 龙家董之会高层都是认可的 只要知道你眼睛全域 龙罗兰就不敢谈你怎么样了 你不上车 你不跟我走 当年若不是大小姐收留我 我早就恨死街头了 今天是我报恩的时候了 快开车 怎么回事啊 大小姐 你想要活着离开龙城 必须有人去引开他们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秦龙 今年三十八岁了 跟了大小姐六年了 秦龙 好名字 我现在才知道 走 不要让秦龙白白牺牲 是 害愚蠢 好的 目标是那辆越野车 行动 谁呀 这天还没亮呢 龙依然的人 救救我家大小姐 龙罗兰和龙罗 雇佣了海外杀手来对付大小姐 这是大小姐坐在车的位置 快去 你不能去 你给龙依然治了眼睛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龙家内斗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当然要去 不然我就白治好他的眼睛了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不用担心我 大小姐 目标已找到 本人比照片好看 你们是龙罗兰派来的吧 他给了多少钱 我十倍给你 我意思 我们这行也是有职业道德 带走 不愧是专业的 效力真高呀 人带来了 另一半的佣金立刻转给我 OK 到账 和坐愉快 以后有需要再联系我 老大 这个女的长得不错 就这样被杀了实在可惜了 这里是佣兵境地 如果不是佣金足够诱人 我是不会带你来的 女人哪里都有 我们还是先离开为上 难道这也是那个女人的手下 一个小忙孩而已 我们还怕他这 小子够可以了 竟然能追到这儿来 你们带走的人呢 已经交给雇主了 接下来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你小子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看来他还没死 太好了 小子 你敢无视我 你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有什么好看的 想死是吗 成全你 坏了 是个高手 赶紧撤 想跑 少爷 你列取生命时竟然如此平静 越来越有家族风范了 我承认 但我并不想这一 大小姐 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落入到我的手上吧 龙儿 如果我今天没死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神不如死 你为什么 龙儿 你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呢 老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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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爷爷我自有办法 滚开 他有力气自己穿衣服吧 我要杀了他 冷静点 留着他一条命 对付龙罗兰不是更好 你说得对 我带你离开这儿吧 你确定不去医院 在眼睛彻底痊愈前 我必须低调些 所以刚才开房间也是用到你的身份登进 是啊 前台看你的眼神都有点奇怪 这不是迫不得已吗 为了争夺权力 搞得遍体鳞伤 何必呢 我生在龙家没有选择的权力 就只能让自己强大 否则就会被别人吞噬 就算是牺牲别人 也没关系嘛 那个掩护你的保镖死了 你知道吗 他 那是他应该做的 如果我当初没有离开家族 是不是也和现在的龙依然一样 你怎么还没走 我不顾七师姐的反对 执意来救你 她现在肯定还在气头上 我可不敢回去 你先收留我几天 顺便我也好保护你 为什么你要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 我已经失势 没办法对你寻动任何好处 难道说 你喜欢我 别瞎想 你就当我日行一善吧 三师姐 你这么快就到了呀 小枫 你在哪呢 我现在已经到你七师姐家了 他妈说再也不关你了 发生了什么 你在哪里 我现在就去找你 呃 怎么了 你不会跟你女朋友在一起吧 不是不是 我给你发个位置 一会儿见 嘿哥们 快看 我告证 三师姐 小枫 小枫 你都长这么高了 三师姐 你不要再摸了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把你七师姐气成那样 女女 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 滚 别急拒绝啊 交朋友怎么样 我在这里开了一件总统套房 要不要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哥们儿你快走吧 等下我出事了 这雷女是偏女白的 阳光不行呢 怎么看上这么青涩的小鬼吧 我走 再敢对我家小枫指手画脚 信不信我杀了你 你敢打我 给脸不要脸 你和我 看你做什么 摇眼吗 龙先生 龙文强 是龙文强 龙城的地下皇帝 不表演的话 快滚 我这就滚 喂 三师姐 有个好像很厉害的人物过来了 在下 在下作为龙城东道主 有失远迎 请大人原谅 啥 孙师姐 你们认识啊 你就是来接我的家伙 是 少得让我小心接待这个女人 她一定跟海外地下世界的某位帝皇有关系 甚至 她可能就是其中一位 我不想这么高调 有小风陪我就行了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去 既然如此 小人先告退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 去吧 哇 三师姐 你好厉害啊 这个小子能不用她的欢心 不简单 收起你的这些夸赞 你现在住在哪里 今晚三师姐跟你住 不行啊 要不你回七师姐那里去吧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屋里藏了什么人 怎么会呢 我就是觉得三师姐舟车劳顿 跟我住一起会休息不好 啊 师姐不觉得辛苦啊 还是说 小风 你屋里藏了个女人 如果让三师姐知道我和龙一人住在一起 其实这也是因为她而生气 还不得被三师姐八丛提下来 走吧 怎么慢腾腾的 你不会是真的藏了女人吧 回来了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整个完蛋呢 她是谁 我是正经人 美女 你去隔壁找生意吧 三师姐 误会 都是误会 喂 罗峰 你是居居吗 连我的名字都查得到 肯定是这酒店的关系户 是吗 孙师姐 又难了 为了一个外人让你七师姐伤心 怎么 野花比家伙相似吧 孙师姐 收下留情了 听我解释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七师姐不想让我多管闲事 但医者人心 龙依然是我的患者 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 不过就是小小的龙家而已 七师妹确实多虑了 罗峰 你快点给我开门 你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呢 罗峰 你是谁 姿色确实不错 你应该尽性这是在华夏 再加上你是我家小峰的患者 不然我把你连同整个龙家一起灭了 你没事吧 别告诉我那个女人也是你师姐 你到底有几个师姐 她确实是我的三师姐 别的你就别问了 你现在赶紧睡觉 明天我帮你去抓点中药 加速你 沙发会不会睡得不太舒服 其实这床也够大的 还是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不大 窗户 去闹 看什么看啊 上车 七师姐早 你怎么来了 我只是碰巧路过而已 你要去哪 去药店抓药 给龙依然抓药 我这不是想让她赶紧好了 好跟七师姐早点回家吗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没想到龙城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中草药店铺 没看见店名写的是秋氏吗 这是秋大师名下的产业之一 遍布全国 麻烦你按照这个药房 给我抓上三副 好的 稍等 谢谢七师姐 带我来这么棒的大药铺 一下子就搞定了 少废话 别忘了你刚才说的 赶紧治好它 然后跟我回家 遵命 您好 您要的东西好了 怎么了 这是什么味儿 毒气 七师姐 快比住呼吸 毒气 镇住 神行不 他全能追上我 你追我干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追你 你为何要放毒气 害我和师姐 放毒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想走 哪跟我动手 找死 有点本事 你是谁 不是 你爷爷 靠身手 但我也没那么简单 朋友 我还有事 没时间跟你玩 有缘再见吧 我可没让你走 寒蝉玄御少 糟了 看你还往哪儿跑 神行不 过去 刚才这下 如果没躲开 我就凉透了 小子 你真是惹怒我了 你又要发出毒气 你觉得我周深的气 是毒气 你这样的身手 却不知道气是什么 啊 气是什么 那今天就让你 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武者 好快 比我的神行步还快 躲不开了 只能一扛试试了 空有气 但不会气的运用 只能是一个弱鸡 我真的赶时间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如果不是我刚才用了三师姐的绝学 阴阳锁子甲来借她的拳 我这两条胳膊肯定得废了 你怎么样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气师姐 气到底是什么 啊 气 你不知道 师父没告诉你吗 气的说法起源于道家 是舞者踏上更高层次的必要条件 如今咱们华夏的舞蹈传承示威 但仍有许多隐秘家族传承舞蹈 这些家族中掌握气的舞者越多 整个家族地位就越高 啊 七师姐你也有气 难道其他几个师姐也有 就我没有 怪不得师父总说我天赋一般 原来是我一直没有掌握气嘛 不如你跟我回去 问问我爷爷 咱们现在就去 哦 你是说气 嗯 我今天遇到了使用气的舞者 他施展气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完全不同 哎 古师道家通过盘坐土纳 气过周天 让全身细胞维持力量饱和的状态 从而延年一收 而舞者则是通过独特的呼吸法 来驾驭气进行战斗 盘坐土纳 师父从小就教我这样做了 说是为了修身养性 那是为开辟气海打基础呢 原来如此 但师父为什么不教我呢 我估计是怕你打架斗很有麻烦吧 确实我好像一直在惹麻烦 顾老您能帮我吗 可以 随我来吧 你就用这套自在呼吸法 开辟气海 不同的呼吸法偏种不同 有的偏向强攻 有的偏向防御 有的偏向皆自然知识 各有各色 这套自在呼吸法秉承中庸之道 攻守兼容 用来给你开辟气海 正合适 记住呼吸法是无价之宝 你千万不能外传 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啊 无价之宝就是这么一个破本子 被您随便放在书柜啊 正所谓大隐隐于世 走 去练攻防 我传你这套呼吸法 这一整夜 我已经将呼吸法传授给罗峰 至于他什么时候能够开辟气海 就看他的本事了 出来吧 让你等了一晚上 不过我可不会道歉 毕竟这麻烦是你给我惹的 拜见顾老前辈 你师父身体可好 挺好的 谢谢您的关心 你们龙虎山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直说来一门 十年前那个呼吸法的后人出现了 在这龙城 这家伙实力很强 已经杀了不少器武者 目的呢 为了证明自己强大 你想让我怎么做 请您用您的人脉眼线 帮我找到他 我一直释放自己的气 想引他来杀我 但他不上宫 好 我答应了 至于罗峰 我建议你跟他处好关系 为什么 罗峰乃是天人合一的资质 假以时 必然龙有九天 开 顺利开闭气海 我的实力确实有了质的飞月 这就是气 好饿啊 先去吃饭 然后把龙云然的药给送过去 我的眼睛好了 恭喜了 眼疾痊愈了 谢谢你 不客气 我走了 我不能再依赖他了 接下来 给讨回属于我的一切了 龙儿 你说 是饿死好 还是渴死好 大小姐 我错了 再 你再过一次机会吧 好啊 顾老 您来了 单间给您留着了 还是老几样 嗯 再多加几个菜 来吧 我点的这些够咱俩吃的 你长大了 也变强了 如果我不够强大 就会像当年我爸那样惨死 当年你爸仗着自创出来的水流呼吸法 无作非为 杀戮成性 被追杀而死 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五道界弱肉强食 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顾老 你曾经帮助过我吧 又收留教养过我 我今天出现就是想告诉你 你以后别再找我 也别掺和进来 小凯 当年你爸把你交给我 就是希望你脱离我到界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他绝对不想看到你 沦为仇恨的奴隶 来不及了 从我当初找到他的水流呼吸法后 我就没有选择了 小凯再次恳求你 求您不要插手 这场恩怨仇杀 何时是个狗啊 终于回来了 我得想好好睡一觉 你终于回来了 小枫 七十姐 你怎么在我房间 小枫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什么决心 等等 七十姐 你知道那天 你为了救龙依然而冲出家门 我有多担心吗 七十姐 我不想失去你 小枫 七十姐 你真的想好了 啊 我早就 等我一下 谁来的电话 我掉 关机 喂 喂 你是头枫吗 我是 这里是龙城公安局 我们在长途汽车站 抓到一个 骚扰女性的老街人 他说你是他徒弟 你过来一趟吧 我师父 师父 您好 我们是他的家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臭流氓 老不死的 你穿那么短的裙子 还坐没坐下 你不知道边上有几个不老实的脚子要偷拍你 然后呢 我就做一个好人 将他裙子往下拽了拽 这 这不是好事吗 结果他就站了起来 问我干嘛扯他裙子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你别生气了 我带他跟你赔礼道歉 补偿你的精神损失 你以为到这就完了 你还干什么了 我看他那么生气 以为我多此一举了 于是就帮他把裙子又给撩上去了 老流氓 这大城市里的小姑娘都穿成这样怎么行 好了好了 师傅 您怎么来了 怎么 就准你跟在老七身边享福 老头子我就不行吗 行啊 当然行 一百万个行 走吧师傅 咱们去下馆子 给您接风 等等 小子 你怎么开辟气海了 是顾老帮我的 谁让那老家伙多此一举的 谁让你不教我呼吸法 还不是因为我了解你 你小子要是学会了 还不得尾巴翘上天去 四处惹事 不过 看现在这个形式 你不会也不行了 来 这个给你 分雷 这套分雷呼吸法十分霸道 是顶级的攻击系 只适合你 你七个师姐都不会 你自己慢慢啃吧 哈哈哈哈 师傅你就是懒得教我 小枫 师傅是觉得你天资聪颖 不用人教 可以自学成才 没错 还是老七懂我呀 不过师傅 您到底为什么下山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有个老朋友 让我下山聚一聚 请同事说 你说你长了这么一张 顶级流量小鲜肉的 那就出了道没 我只想尽心修行 难道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觉悟吗 天人合一是我的枷锁 让我感到困惑和烦乱 不像你 李星山 你活得自在轻松 所以修为进展 才如此迅速吗 我能有啥修为 倒是师傅逼着我学的 无欲无求 正是道法自然 我的心里面 好像有些东西 阻碍了我的进展 只因为那个老疯子的 谷底罗峰吧 他跟你一样 也是天人合一的 绝顶天才 师傅啊 你有没有查觉到 自己有好胜之心了 你本不该跟着 老天师下山的 那你还是来了 罗峰 他是个怎样的人 他跟你的气质 截然相反 但确实是个 祸身价实的天才 只一晚 他就从一个连气势 什么都不知道的菜鸟 变成了开辟气喊 甚至可以 气运全身的舞者 一晚 有压力了 不 我觉得很开心 这一刻 我似乎不是一个 孤独的人了 青山 星童 师傅 这两位就是老疯子 和他的徒弟罗峰 你就是罗峰 阴阳相生相克 星童 总有一天 你的生命之中 会出现另一个你 而你 也会成为另一个他 我感受到了 这种命运的羁绊 我就是罗峰 你怎么了 你好 我叫星童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他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这不知是什么意思 那八个老废物 也要来开会 八老昨天已经到了 我们已经先开过会了 因为师父说 您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你师父了解我 那些无效设计